生命不只需要长度,更需要宽度,人若痛苦地活着,生命越长,痛苦越多,人若幸福地活着,即使生命短暂,也是一种灿烂,痛苦,不在于生活的波折,也不在于命运的坎坷,而在于心灵长久的秩序平衡,幸福,不在于物举的富有,而在于心灵的快乐,计较者处处是痛苦,心宽之良, 实时都是幸福,精彩的喜剧从悲剧开始,安然的悲剧从喜剧开端,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,不是在他终于得到了成功,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中笑容灿烂,而是在失败的痛苦中,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,一个人最悲哀的时候,不是经历了太多的失败,而是一把平川却在阴沟里发了船,从此一蹶不振, 人生,无论成百,不要早下断言,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,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,是人多半寂寞,这世界愿意清清,习惯沉默的人,难得几个,我再也不想对别人提起自己的过往, 那些挣扎在梦眼中的寂寞,荒芜,还是交给时间,慢慢淡漠,生活其实很简单,拒绝堕落就行了,生活其实很简单,用勇气后退就行了,生活其实很简单,胜利时保持安静就行了,生活其实很简单,把缺陷转化成动力就行了,生活其实很简单, 不要被成功模式束缚就行了,生活其实很简单,在艰苦的环境中,选择坚强就行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